因应气候变迁 纽约史泰登岛拟建海墙步道 随时气候变迁 每年飓风侵袭越来越猛烈 美国陆军工兵部队与纽约州政府 计划于2020年在史泰登岛沿岸建造一座海墙步道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古墨发表声明表示 史泰登岛南岸海岸风暴风险管理专案中 将建造一座长达西英里的海墙步道 从华兹华斯堡延伸到奥克沃德海滩 该专案包括长达4.5英里的地下海墙 其上铺设了斜坡式多功能步道 可作为户外休闲用途 美国陆军工兵部队表示这道海墙 将能防范海平面升高21.4英尺高度 除了海墙步道之外还会建造 0.35英里长的防洪墙与0.6英里长的提案 以防范飓风与洪水 超线带雨滴池塘区将会整合起来 以有效率的吸收洪水 自从2012年飓风桑迪在纽约肆虐 夺走24条性命 估计造成纽约市191美元的损失后 事态登岛便采取防洪措施 以确保海岸显能得到有效防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